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丰田的口碑都是自吸发动机 加4AT的老丰田打下来的 我看网上卡罗拉CVT变速箱投诉也是比较多 喜欢丰田的品质 但是担心它的变速箱 另外大众1.4T发动机后期是不是不如自然吸气的省心 最近在关注解答VF5 请胡老师帮忙解答谢谢了 首先说呢 你要选的也是一个10万左右的家用轿车 SUV你也可以考虑 那么咱们就挨个说一说 首先说呢 卡罗拉1.2T 这个非常靠谱 但你要多强悍的动力就不要指望了 丰田的涡轮增压和大众的诉求是不一样 但是它也是涡轮增压 养护成本肯定比自吸的要高 那么它的卖的不错 还有一种车型呢 是1.6的CVT的轩翼 轩翼的车型呢 品质很稳定 空间也很宽敞 这个毛病也不多 解答是新品牌 但是它用的东西都是大众的老技术 1.4T的EA21机器 6AT的这个变速器 成熟可靠 实际这几种车都可以 我的建议是你挨个去试驾一下 然后看看哪个更合你口味 最重要是看你当季这几种车型的价格能有多大的优惠 这几种车都挺靠谱 老胡选的话 我会考虑轩翼 轩翼CVT现在空间舒服 带步 咱们动力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1.6自吸CVT的就够 那么卡罗拉呢 确实卖的很好 CVT变速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 因为毕竟卖的多 投诉的多 这倒是正常 实际上还得看当地的优惠力度 这一种车你买都可以 花自己的钱买个别人的喜欢的车 这非常不靠谱 看您自己相信自己的眼光 这些车都可以 您好 我想买一台SUV家用 女士 常用人一家四口 大多城市通勤 计划裸车价15至18万 因为腰不太好 考虑座椅舒适简震多一些 目前看上齐骏和科迪亚克 请帮我分析分析 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推荐 您说这个是中型的SUV 一个日系 一个德系 科迪亚克 外号叫大灰熊 这车的性价比还可以 但是市场认识度偏低 实际跟它同级的图观L 卖得非常火热 齐骏不温不火 CVT的变速箱2.0 2.2 5自7的发动机很靠谱 空间宽敞 舒适度很好 从这个角度上讲 省心耐用 舒服 买齐骏吧 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胡老师您好 我想买人生和家庭第一辆车 预算在20万左右 想买SUV 因为某些原因 不想买日系车 想买一辆合资车 目前在考虑范围的有探卸者 昂科威 探月和图月 请问哪辆车乘坐舒适 空间大 故障率低 您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请您能在百忙之中予以解答 谢谢 20万以内买个SUV 合资品牌 你能选择高配的就不用想了 那么入门级的车型中 你像探月 一气大众正火的车型 你买一个两驱的应该够用 这个车性价比很好 如果你对性能有要求 1.5T的探卸者空间大 油耗也不高 表现不错 但是品牌溢价不如大众 所以二卷一的话 我建议你买探月 一气大众的探月 一定让你喜欢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中 再见